刑南大助厨詹姆士今报七年内外遇两次,擅辞十年节目内幕曝光。原来她和这位女星。 上礼拜少女分享了,强国一名屁图网红,只能说现在网络上一堆都不是真的啊,不过人家至少也瘦了,还算励志。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,韩国郑妹网红李秀斌,李斯宗斌,也承认自己有弊图。 说起这位妹,大家一定不陌生。 朝你天脸庞,不科学到极点的身材,让她被称真人版那美,光RG就有快六十万粉丝。 詹姆士靠住活泼,生动及拥有许多专业知识主持外景节目十年,累计不少忠实粉丝,去年也被火皮铭金钟入围杭角节目主持人奖,如今宣布退爱玩客震惊所有粉丝。 也感叹地说,真快,从第一趟的外景苏美岛到最后一趟的夏威夷,每个月出班一次,一百二十多个趟白景,超过三十三个国家,播出超个五百二十集。 汤汤都是美好回忆,谢谢所有陪伴我的工作人员,厨余小组,摄影团队,导演,制作人。 其实早在前几集爱玩客,观众就有发现詹姆士缺席,幻场里一加入街棒,引人好奇元帮人马去向,詹姆士突然地宣布退出爱玩客,粉丝相当不舍,不到一小时涌进五百则留言,没有詹姆士就不看爱玩客了,期待老詹的新节目。 所以利益就是要接你的班。 从美食节目行南大驻出出道的詹姆士评助创意,料理在美食和娱乐圈都占有一席之地,甚至累积大量粉丝,让大众每次看到他在节目上做出一道道以国风情的美食,都令人食指大抖,但没想到他竟也抱过。 外遇丑闻 其实詹姆士曾在2008年爆出外遇丑闻,当时老婆带自华崩溃闹到快离婚,是隔七年后又再度爱美爱玩客的小巴,两人在车内聊天许久,让大众不解是否学不到教训。 虽事后詹姆士诚心只是在车上谈论公事,但外遇丑闻也让粉丝直呼不敢相信。 而日前詹姆士也自爆料离开主持十年的爱玩客,表示自己会有新的课题和新的工作,也谢谢一路支持他的粉丝朋友,而主持人也将换成为乳和礼艺搭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